很多兄弟都在留言问我 来东京旅行的时候 虽然是日朝的小白 但心里总想着一定要给自己来几件 在日本才能买到的 真正经典不能错过的潮流单品 又或者是想着该给朋友带一件什么样的 能代表日本特色的高品质礼物呢 可是东京实在是太好逛了 真的是挑花眼了 所以情报员就推出了日朝新手系列 然后有个朋友就提醒我说 这个系列的思路不就是跟Beams摆名品是一样的吗 我一拍脑袋 我怎么没想到呢 还真就是这么回事 Beams作为日本潮流买手店的代名词 相信兄弟们没谁不认识吧 再过三年 Beams也即将迎来自己的50周年庆 那么在这将近半个世纪的日朝买手经营中 Beams总结出了100件经就不衰的 最有代表性的日系服装和配饰单品 如果没有把这100件先研究一遍 就来逛东京 那实在是一大损失啊 所以今天情报员的任务 就是来到了Beams的银座店 边探店边结合实物解说 看一看这Beams摆名品究竟水平如何 是否值得入手 建议兄弟们先点一个收藏 以免以后找不到了 咱们一起边逛边听我解说哈 当然来之前呢 我也是在Beams摆名品的官网做足了功课 也顺便给兄弟们科普一下 首先聊一下Beams官方认为能入选摆名品的三条原则 第一条设计必须适度 适度的基础款加上适度的时尚感 因此常用常心 第二条即使是基础款 但是也有亮点 高品质可以长时间使用穿着 有超高的性价比 第三条是Beams店员自己也会买入的单品 这样推荐给顾客时才能说出真实的感受 也让顾客对卖点感到幸福 然后就是摆名品总共有八个分类 分别是casual 休闲 business 商务 date 约会 at home 居家 premium 精品 outdoor and sports 户外和运动 formal 正装 还有一个navy说一下 这个分类都是navy配色的精品 可见日本人有多么喜欢这个颜色 那么我就每个分类选出一两个 我个人认为比较喜欢的单品来看 看一看食物到底如何 Beams的银座店跟我经常去逛的元素店有一个比较大的区别 就是除了咱们熟悉的日潮休闲服外 这里有一整层都是正装的区域 果然啊银座就是银座 我扫了一圈找到了这里藏着的这一双百名品正装鞋 这个鞋型呢被称为capital 因为脚趾的地方啊有一根一字的缝线来保证皮鞋上脚灵活 且经久耐用 就像给脚趾戴上了个帽子 是不是很形象啊 在日本啊有一个不成文的潜规则 就是婚丧典礼上一定要穿上礼服 配合类似这种鞋型的正装鞋 可以说是每一位男士鞋柜里面常备的一双 这一双品牌啊是Beams自家品牌 Beams F 也是偏向正装风格的支线 实用的皮料来自于法国的名皮革老厂 Dianoni代表做的小牛皮 来看一看这个光泽 哎呀果然是高级货呀 而且小牛皮也可以柔软舒适的包裹脚型 制鞋呢则是在日本国内的工厂 有熟练的匠人手工制作 完全啊按照欧洲老式的制鞋手法完成 看一下这个鞋码敲在鞋底的设计 是不是很经典欧洲绅士的味道呢 Beams把这一双鞋拿回日本制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 就是这一双鞋的价位只有5万日币左右 如果是同等用料做工的欧洲手工鞋 怕是要一倍的价位还往上走 摆明品做性价比的原则体现在这儿了 看完鞋子再看看袜子 这一双比较好找 我一下子就发现了 主要是配色真的丰富 总共有15个配色可以选 满足你的各种搭配需求 我看了一下 比较喜欢卡其和军绿两个配色 品牌呢是International Gallery Beams 是Beams旗下相对高端的支线 要知道啊对于一双袜子 最关键就是用料 这一双呢使用了传说中的埃及棉 尼罗河畔的长日照 很适合长绒棉的生长 埃及棉的特点呢一个是肌肤触感丝滑 摸一下哎呀还真是很舒服 另一点呢就是光泽度高 灯光下都能很闪亮 日本制保证了加工品质 2000左右日币的价位 确实说得上是良心了 不愧是摆名品 接下来咱们看的啊 是介乎在正装和休闲装之间的一件名品 B3空军夹克 是上世纪30年代左右 每空军的标配棉服夹克 喜欢玩古卓的兄弟肯定知道 品项好的B3 算得上是古卓里收藏的名品 不过古卓的话呢 即使完好的保存了近百年 皮质也会变硬 大都啊只能摆着看看 没办法穿了 这一件呢是旗下子品牌 Quattrochi的单品 由意大利一家优秀的老牌工厂制造 使用了上等的羊皮 皮毛一体 手感完全的柔软舒适 好家伙啊 连拉链都是意大利产的 确实是有奢侈感的高级货了 这一件的价位是12万 哇价格又被BIMS给打下来了 这个定价确实很超值 建议兄弟们有机会呢 来试穿一下这种轻盈柔软 有温暖的穿着感 介绍完几件偏向正装的单品 我也下来二楼 接下来是兄弟们 比较期待的休闲系列 首先看到的 就是BIMS的看板级别的单品了 BIMS PLUS的日产双者休闲裤 我自己呢也有连续收了两条 之前啊也拍过开箱影片 这一条经典的双者7N休闲裤呢 BIMS PLUS做了大量的改良 首先是用料上 面料加厚 光泽感更好 酷型啊也是更加的宽松 不过在改良面料的加持下 不会显得松垮 日产做工也是非常的到位 关键是啊 一万日币出头的价位 性价比完全到了感人的程度好吗 果然是用来做品牌口碑的 看板级单品 我来上身一下 给兄弟们参考一下尺码 这个裤子的版型呢 特色就是比较追形 哎呀我最近发胖了 怎么L码有一点紧啊 我再试一试XL 感觉啊宽松舒服多了 看来以后的XL了 我哭 然后这一件呢 也是知名度超高了 北面指标 给BIMS做的别注款 经典风衣 所谓的别注啊 就是品牌 为这一家买手店 专门定制的款 且只有在这家店 才能买到的单品 版型啊 是经典的 立领风衣版型 这个设计啊 有个小心机 就是领子立起来 就会露出 北面的小logo 面料呢 是大家都熟悉的 北面指标 代表座面料 6535 这种配比的户外面料 兼顾防水和透气 主要是啊 这个独特的亚光质感 真的很有复古的味道 仔细看一看 每一个做工细节 也是很到位 五万不到的价位 作为一件 复古十足的大牌棉符来说 确实 算是贯彻了 百名品的性价比理念 接下来推荐的百名品 肯定也是经典中的经典 BIMS PLUS的 竖条纹衫 这种竖着的细条纹呢 被称为伦敦条纹 懂得都懂 是绅士百搭的 衬衫花案设计 看似简简单单的衬衣 如何做出 BIMS的诚意呢 首先面料 是经过多次预洗的棉布 轻微的褶皱感 感觉更加休闲 从衣橱拿出来 随时套上都没有问题 然后很多细节上呢 比如说面料的结合处 都用了BIMS PLUS的加号 来做加固点缀 这当然也是经典 衬衫缝的传统啦 小领的设计 是为了兼顾搭配 针织衫或毛衣 所以啊 正是简单的款式 才能看出 对绅士穿搭设计的功底 这一件 一万日币出头 不愧是百名品的价位 再下面这一件呢 是比较有潮流感的设计 Mammoth经典的 羽绒背心的 BIMS别注款 Mammoth呢 作为户外老牌 不管是面料 还是做工 还是机能性 都是可信赖的 设计上呢 很多小细节 都有考虑到 比如说双层拉链 领口的防寒绒布处理 还有专门放手机的小口袋 750砰的填充 够暖和 这一件啊 很适合晚秋初冬的保暖 我感觉啊 这一件主要的卖点 还是这个版型够宽大 A字版型啊 比较适合 City Boy风格的穿搭 上车来感受一下 嗯 确实不错 羽绒背心嘛 大家都懂的 含太多机能啊 其实没有必要 主要就是凹造型专用 前面推荐了这么多衣服 再来推荐点配件 一个是丝布的拖鞋 是百名品的 At Home系列 这个拖鞋的品牌啊 可以说是日本国民级了 畅销多年 经久不衰 一个是够暖和 另一个呢 是一脚踩下去的那种舒适感 让人马上冲动 想要买单一双 我自己的话呢 入手的是前年的 Beams的别注款式 也做过开箱影片 富士山露营那期 也穿的是丝布 6000日币左右的价位 非常好入手 而且说实话啊 我自己的使用场景 主要是冬天的时候 下楼去便利电池 直接套上 也是很暖和 又方便 当然兄弟们 也可以当做室内的拖鞋来穿 再一个呢 就是这一两年 开始流行起来的 攀岩绳手机带 设计的场景啊 虽然也是很在理的 就是可以一瞬间的拿起手机 拍摄重要的瞬间 但是啊 我觉得主要是亮色配色的攀岩绳 可以成为一个 看起来很酷的潮流配件 功能性啊 倒是次要的了 Yosemite这个品牌呢 明显是这个潮流的引领者 攀岩绳 超级粗 超级结实 咬住手机的零件呢 也是跟YKK联合开发的 确保手机的安全 7500的价位小贵 不过想想啊 放到潮流配件领域 那又算是超便宜了 其实银座店的两层楼啊 真的超大 里面还有很多的单品 可以当做伴手礼 送给朋友 或者呢 自己做旅游纪念 Beams Logo的V1系列 价位呢 都算是很合理 我主要觉得啊 这个环保袋做的还不错 印刷加刺绣的组合 算是环保翻部袋里 超精致的了 还有很多logo提 最近发行的卡车图案的印花短袖 这个卡车啊 是真实的Beams运货卡车 在东京街头经常能见到 今天的Beams百名品探店 就先介绍到这儿了 总结下来 我感觉啊 确实名不虚传 经典好货很多呀 而且性价比拿捏的 也是死死的 如果觉得没看够 可以到Beams官网的专题去看看 然后呢 按照自己的喜好 去Beams店里 探索一下其他的百名品 以上这些百名品相关的资讯 如果觉得 有帮助到你来东京购物 请给我点一个赞 关注东京日朝 关注东京情报园 咱们下周六见